现在这个学会 染污很严重 虽然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得不到喜乐 又被苦恼的常见 我们这一生非常幸运 遇到佛法 要么也遇到佛法 这日子怎么过法 遇到佛法这才知道 这个世界是假的 经干经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饮 佛叫我们放下 不实际是放下 放下你就没有苦恼了 放下财物 物质的欲望就淡了 就不生烦恼了 放下主法 我们的精神生活 也不追求 能够做到随意而安 没有恐惧 为什么 天天天求往生 不求世间 明文力 念佛往生 也不求很高的品位 像欲望 像欲越大师说的 下下贫往生 我就很知足了 所以心是定的 实践 不执着 实践的形象 那就叫功德 如果你修着三种布施 你把它放在心上 那叫佛 人天佛宝 不放在心上 就变成功德 功德是什么呢 第一个出愿 把冤心债主化解了 用布施 第二个呢 真正的功德 布法 虽然生活很辛苦 过得去 那不会缺乏 同餐到游 到我这里来 看到我 胡适还不错 我们这里吃得心安 蔬菜自己种 决定没有农药 没有花费 厨房 比较干净 一切不健康的事物 我们统统不要 那布施的目的活在呢 是去障 去什么障呢 探紧 菩萨 修六波罗密 目的是在这里 把我们的精灵心 放下 贪婪的心 放下 这是布施 圆满的 如果还有贪心 布施都没有圆满 还要修 六度的圆满 就是 这六种障碍 没有了 布施就圆满了 所以 它跟四摄法里头 意思不一样 四摄法的布施 是跟人家节约 是让人家生欢喜喜 它不是去健谈的 财物里头 有内财 有外财 外财是财物 内财是身体 用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的体力 用脑力 用我们自己的时间 精力 为别人服务 这叫内财布施 内财布施的功德 比外财要大很多 尤其是你真诚心 恭敬心的布施 那个佛德 差不多跟菩萨相等 所以世界 富贵之人 前世 多半都是在 佛门里面 修的佛宝 它才有那么大的佛宝 于是我们只能想到 我们这一生在佛门里 真的修大佛宝 如果不求往生 来生肯定是 人天佛宝 人天佛宝 虽然不错 尤其是天上 天人的寿命场 可是要记住 不出六道轮回 总是不究竟 不认为了吗 感谢观看